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首先带您去一个可以自己采摘水果的农场 然后去了解一下澳大利亚产的雪地靴 为什么能够风靡全球 澳大利亚的气候非常适合热带水果的生长 芒果外表光滑亮丽 金黄色略带有红色侠韵 而且有着浓郁的香甜味 一口咬下去满口生津 而龙眼则是各大 汁多 超甜无比 作为澳大利亚人最幸运的是 可以到果园里面亲自采摘水果 下面我们就到昆士兰的一家出产龙眼芒果的农场 去体验一下亲自动手的乐趣 提到澳大利亚的食物啊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奶制品和海鲜之外呢 其实澳洲它拥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和宜人的气候 十分利于农产品的生长 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吃到品种繁多 令人垂颜欲滴的热带水果呢 没错啦 今天啊 我就要亲自带大家到Naremba 毛果龙眼园去摘水果 这家果园在当地非常出名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们出产的这个龙眼和芒果 不仅甜美多汁 各大饱满 品种优良 而且经销于布里斯本与悉尼 等澳洲各地的批发市场 不仅如此 这家果园每年在采摘季节 开放观光采收 寓教于乐 吸引了大逼游客和当地居民 哇 快抬头看 懒惰的考拉也不想错过 这想用水果盛宴的机会 乖乖的趴在树枝上 等着加入我们的参观行列呢 人们写家带卷 亲朋好友 一群一群的来体验 亲自采摘水果的乐趣 暂时告别这喧嚣繁华的都市 享受心旷神怡的田园生活 早在1994年 农场的主人Ron和他的妻子Marie 以及他们做农业科学家的儿子John 一起建立了这个农场 带着对农产品的热爱 以及追求其商业忌讳 John看中了龙眼和阿兔一兔忙活 在澳洲以及亚洲的停载市场 1996年 他们通过使用一种名为空中压条法的方式 将第一批龙眼从昆士兰中部培植并栽种 虽然这批树木在这里生长得很好 但是由于龙眼树生长周期比较长 因此一直到2001年才有了第一次收获 清鲜龙眼肉质细嫩 背甜如蜜 是人们喜爱的实鲜活品 看它那混圆的可爱模样 本如龙的眼珠 所以它有一个漂亮的名字叫龙眼 龙眼是一般中国家庭在喜庆时常选用的水果 在民间人们相信吃了龙眼肉子孙会做大官 而且龙眼又称为福源 所以有句俗言是这么说的 食福源生子生孙种状元 可见龙眼在民间流传的说法中 是种有福气的水果哦 龙场主人Ron教我们如何辨别成熟的龙眼呢 就是触感 看这些还有成长空间的海味熟透 但看这边的龙眼 颗粒饱满 色泽圆润 这就是表示已经成熟 我们就可以用甜甜把它们摘下来了 您想知道怎样让摘下来的龙眼 前放更久吗 你看看这些女孩在那里做的 当她选择 嗯哼 她选择一小块的刀 然后这会长得更长 哦 可以我试一下吗 像这样吗 像这样吗 对 非常好 你学习得快 俗话说啊,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农场具备山区水分充足 及青灰岩等优扬的地质条件 再加上今年的气候风调雨顺 果农技术的不断提升等因素 所以今年的龙岩长得特别漂亮 圆润饱满,口感又香又香 说到技术呢,Ron对我们说 贝勒让龙岩颗粒又圆又大 在果粒还很想的时候,必须点汁 我们在这一层栋下的栋梯 我们这一年用了三个月的栋梯 去获得正确的栋梯 那是最一样的栋梯 你见到他们的栋梯 他们永远要大栋梯 他们永远要大栋梯 他们喜欢大栋梯和小的栋梯 他们想要完整的栋梯 不是很简单的,但我们可以做得到最好 谈到病虫害防治时,软瘦 我们没有太多栋梯,但栋梯 只要大栋梯和小的栋梯 下来,他们会出现 所以我们必须把栋梯 看,这是受到鸟类提及后的惨状 有人问,在澳洲吃水果安全吗? 会不会因农药问题而中毒呢? 我们来听听肉是怎么解释的 看完了龙眼园,现在让我们去看看芒果园吧 这里的第一批芒果树是在1995年栽种的 为了让芒果生长快,生长稳定 并能满足消费者对芒果色、香、味俱全的高品质需求 他们可是做了长期的探索和改良哦 就像种生变的这棵果树的生长过程 可是几经曲折呢 这就是Bowen Mango 然后我们把R2E2的种类放在那里 这就是R2E2 然后几年前,我们选择到新的种类放 所以我们选择到那里 你可以看到这就是R2E2 这就是R2E2 中的R2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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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坡等亚洲各地 看来啊,每一个色泽诱人的芒果背后 都有一段果农们的辛酸故事吧 当John开着车载着我们缓缓驶入芒果园时 我就觉得奇怪 怎么这里不像龙眼园 一个游客都没有耶 原来啊,芒果是不能经意被采摆了 因为芒果根部会流出一种有毒的液体浆汁 会对人的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 大家快看,这些果农动作非常熟练 将这些青芒果从树上栽下 抱入这个盛满特制苏打水的小箱子里 经过苏打水浸泡过后的芒果便清除了毒性 然后,在一起倒入大箱子之后 由果农们开车载去仓库 就这样,我们完成了芒果的采摘过程 可以拿去卖咯 大家看啊,在我手上拿的这些 又黄又大又甜的芒果 可惜啊,它们太过熟了 因为呢,要预防受到鸟类跟昆虫的侵害 所以呢,老早在这些芒果还是绿颜色的时候 就被果农摘掉了 农场主人还向我们讲述了 这个果园建造一座水库的辛苦过程 我们才知道,这个农场从1994年建立 历经重重劫难和艰辛的历程 才走到了今天 可见,一个成功事业的来之不易呢 然而,那些心血和汗水的波萨 终于换来了主人们的大丰收 看,游客们,你一代我一代 开心的满载而归 我们当然也不能错过哟 摘些又大又新鲜的水果 回家享用咯 阿哥品牌雪地靴 虽然外形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的亮丽 但是呢,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 已经成为澳洲第一知名的雪地靴 你知道吗,这种澳洲原产的高品质雪地靴 可不只是冬天才能穿哦 因为它的透气,稀释性 即使是夏天纯上也很舒服的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个究竟 今天天气真好 天很蓝,光很柔,阳光很明媚 是郊游的好机会 没到这时呢,Nancy总是 我心里面好像装了一只小兔子 迫不及爱的想跑出去 我现在就要整装出发咯 Nancy,你今天穿这么漂亮去哪里啊 今天天气那么好玩,跟朋友去露营 Nancy,你的包裹要看看吗 我的奥子到了 很可爱的颜色 快穿起来看一看 真的很漂亮啊 我的生日快到了 不用来做我的生日礼物吧 不行 你就真舍不得 人家怕了好久哦 诶,谁来的信啊 是我大陆的表妹天天 哦 哦,ag boot真的很流行耶 天天在心里拜托 我在澳洲帮她带一双 澳洲正宗的ag boot 听说一战时期 澳大利亚很多的飞行员 都用它来保暖双脚呢 后来呢,是因为欧美有很多明星 像小甜甜啊 他们都很喜欢穿ag boots 所以在全球刮起了ag boots的时尚风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 你知道有一个牌子叫Qualaby吗 是啊,我的鞋就是从那里来的 前两天我刚向他们申请了去参观他们的工厂哦 所以啊,我做足了功课 Hello, this is 薇薇 Hi,薇薇, we've received your inquiry You'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Australian ag boots, right? Yes, yes Can you come in today? Today? Sure, thank you, Michael OK, see you then 我今天就可以去他们公司参观了 我也想去 你不是要去露营吗? 露营 嗯,改天再说吧 百德公司1989年创立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约20年时间,该公司的产品从众多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 成为澳洲第一知名雪地靴品牌 乃至风靡全球 在乌克兰,德国,意大利,英国,南韩,日本,中国等12个国家设有专卖店 下一步将进军北美市场 百德公司的产品在每年的全澳鞋类展销会上都很受欢迎 2009年还曾获得过最优展位奖 澳洲产的雪地靴被认为是最正宗的雪地靴 跟这里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澳大利亚羊毛独一无二的密度和柔软度 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脚步轮廓形成支撑 达到最舒适的状态 穿在脚上的感觉更像袜子而不是鞋子 再加上澳大利亚四面环海 内陆大部分地区从未受过污染 为了维持这块纯净的土地 联邦政府设立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环保要求和标准 因此,在澳大利亚,天然环保、有机生态 和节约健康的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百德公司的产品制作过程就秉承着这样的理念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技术 帮助避免環境 它有少影响 它有少影响的化学物 为我们人们的伤害 无污染环境下生长的绵羊 又用先进的环保技术加工 这样做出来的鞋 穿起来应该是格外放心了 更重要的是 采用环保工艺能够使将来的环境更加美好 而且这样制作出来的鞋 还有许多其他优势 它其实使得更加美好 它其实帮助避免 更加美好 更加美好 它不太平衡,所以它更好保持它的形状 薇薇姐,Ugrizy愛出腳汗的人適合嗎? 我的腳很愛出汗 適合啊,因為澳洲羊毛獨有的吸濕性和透氣性 它就像人的皮膚一樣可以自動的調節 並去吸取多餘的腳汗 所以光腳穿雪地靴最舒服了 那就是傳說中的會呼吸的雪地靴了 是啊,因為正宗的雪地靴它是採用澳洲的A級羊皮製作的 是百分之百蠢天然的,所以四季皆宜 冬天穿上很保暖,夏天穿也會很舒服呢 是啊,夏天穿短褲配outbreak很時尚 對雪地靴有些了解的人可能都聽說過Jumbug 而對Colabi有些陌生 其實Colabi是百德公司於2009年推出的第二代產品 百德公司在確保產品質量上升的同時還不斷嘗試創新 Colabi從設計到材質又有了新一輪突破 Colabi用來表現的背包 它會保養更大膜 而且會保持太多膜 Colabi的鞋底設計很像熊掌,看起來很有趣 Colabi是新鎖的,這是什麼製造的? Colabi有新鎖的一種鎖,有EVA跟鞋 鞋鞋鞋子讓鞋鞋鞋更加穩密 一整张羊皮只能做一双鞋子听起来好神奇哦 百德公司在澳洲设有三个厂 采用世界最新技术和欧洲进口设备 将澳洲顶级的羊皮加工成为了鞋类的时尚标志 同时高素质的员工保证了产品始终如一的高品质 随着Crolabi的供销量不断攀升 生产车间的规模即将扩展自备 更加巩固了百德公司作为澳大利亚雪地靴最大生产商的王者地位 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员工介绍说 我们一般会挑选没有斑点 没有瑕疵或者就是说一些小洞的地方会把它挑出来 表面上这上面看很小一个洞 但是呢在这里面看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洞 其实它这个洞呢对于客户来讲你看不见 但其实你穿久了以后就会发现这个它会越来越大的 所以呢像这种呢 这个表面上看来没有问题 但其实我们都是不会用的 看似简单的工序其实一点都马虎不得 这也正体现了百德公司的企业精神 或许正是这样尽善尽美的执着 才保证了正宗雪地靴的超豪华舒适感 并赢得了顾客的认可 John Burke和Crolabi目前已成为澳洲最知名的雪地靴品牌 也是各国游客来澳必买的 馈赠亲友的礼品之一 因为好像口味不错 因为我买了很多朋友 然后觉得价格也不错 然后这个质量也挺好 哦 这真好 美国的企业企好像要性格比较高一点 我上路上去TuraGroats 去购物店 我看到了这个圈 然后我来到这里 因为我的企业 因为我离乎非常 здоров 鞋子很舒服 微微姐据说假的O kanan因材料质地 肯然会对脚造成伤害 但是现在市场上用那么多假帽O kanan 怎么才能知道哪一种是真正的雪地楦呢 这边啊首先 你要看它鞋的表面摸上去很柔软很细腻 然后再看里面的毛 它会剪得很整齐 然后会平平的 你这样把这个毛拨在一边之后 会有不同的毛织出来 感觉整个鞋穿起来很轻巧 不会有负重感 是 是很轻 是吗 还有在价格问题上 因为正宗的雪地靴 它对原材料的要求 是有很多讲究的 所以一双正宗的雪地靴 是价格不会很便宜的 多数仿冒品将剪下来的羊毛 粘在鞋内 而且穿一段时间呢 就会变形和出现裂缝 最简单的鉴别假冒雪地靴的方式呢 就是看羊毛是不是容易与表皮脱离 再告诉你个小窍门 买雪地靴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挑那双穿起来比较紧的 因为羊皮是有伸缩性的 穿几次之后呢 雪地靴会变得稍微大一点 谢谢薇薇姐的介绍 俗话说养身先羊脚 相信大家看了这一期节目 会对怎么挑选一双称心合脚的 Outburst更有信心了吧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